说谎的女孩 从前,一个仙女从一对贫穷的夫妇那里 领养了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 把她带到了天国 在天国里,小女孩每天吃着夹肉的面包 喝着甜牛奶,还有一群小天使一起玩耍 仙女把小女孩叫到身边 递给她十三把钥匙 这是打开天国十三道门的钥匙 记住绝对不能打开第十三道门 否则你将大获临头 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接过钥匙,说道 嗯,我保证不会打开的 小女孩依次打开了前十二道门 每个门后都端坐着一尊慈祥的神 小女孩和随行的天使们都很开心 终于只剩下第十三道门 小女孩好奇地看着第十三道门 低声说 我就悄悄打开一条缝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吗 小天使们一起挡在门外,说道 不行不行,这样你会有危险的 但是小女孩不顾小天使们的劝阻 执意打开 小女孩一下子被门内凶神恶煞的神吓到疯倒了 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片荒原之中 而仙女正在一旁,严厉地看着她 你打开了第十三道门 小女孩害怕受到惩罚,吱吱呜呜地说 没,没有,我没有打开 仙女很生气 你不但不听我的话,还说谎 为了惩罚你,你将失去声音 失去声音的女孩独自在荒野流浪 直到一位国王发现了她 让她成为王后 国王很爱王后 不久,他们就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一天夜里,女孩独自一人在房间中 仙女又出现了 你有没有打开第十三道门 如果你还说谎,我将把你的孩子抱走 仙女施法让女孩可以发声 女孩低着头 我,我没有打开 仙女生气极了 说谎的孩子,你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于是,仙女带走了她的孩子 王后很痛苦 后来,王后又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面对仙女同样的问题 她一次次撒谎 直到整个王宫都在说王后是痴人的妖怪 伤心的国王只好把她关进监狱 王后知道自己即将被处死 后悔当初不应该撒谎 但愿在我死之前 还有机会承认打开过那道门 王后发现自己能够发出声音了 这时,仙女抱着三个孩子出现在王后身边 只有真心承认自己的错误 才能得到宽恕 王后痛哭道 我再也不说谎了 王后向国王解释了整件事情 最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传说在古老的印度 有一位非常自恋的王子 每当他照镜子时 哦,我这么帅 天下哪有能配得上我的女子啊 为了不结贵,他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只要有哪个姑娘可以两耳光把我扇晕 我就娶她 如果山不晕就要杀头 国王看着高大的王子 听到这个要求痛哭起来 天啊,上哪去找这样的女子 恰好,有位美丽的公主 恰好,有位美丽的公主一直爱慕着王子 当他听说王子的要求后 立马来应征 你这么娇弱瘦小 山不晕塌的 亲爱的陛下,我有办法 到了这一天 王子一看见公主就后悔了 世间竟然有这么美丽的女子 我真后悔自己的要求 他越想越担心 丝毫没有留意身边的侍女 在他的杯里放了些什么 亲爱的王子,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可以了 公主扬起手臂 啪啪两个耳光伸过 王子真的晕倒了 结婚那晚 王子告诉公主 我故意装晕才救了你 你不晕也不行 为什么 我安排侍女 在你的酒杯里做了手脚 你 想想看 我要是真的能把你扇晕 你还敢娶我吗 呃 王子听后 也觉得自己的要求很荒唐 再也不敢多说了 摘星星的穷小子 从前 有一个穷小子和一个富翁的女儿相爱了 富翁觉得 穷小子没钱 自己的女儿会吃苦 就给穷小子出了个难题 只要你带来一颗星星 两颗清风和三颗白云作为礼物 我就同意你们在一起 星星 清风和白云 穷小子听了 难过极了 他找到富翁的女儿说 你的爸爸不想让我们在一起 出了这样的难题为难我 我一个普通人 去哪栽星星呢 更别提还有抓不住的清风 和天上飘的白云 富翁的女儿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孩子 她决定要改变穷小子的思维方式 和做事的方法 于是她说 爸爸虽然出了难题 但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呀 不然 我们以后会遇见更多困难的事情 可是 这也太难了 别担心 如果你真的爱我 一定有办法弄到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投入知识的海洋里去学习吧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 受到鼓励的穷小子 每天废寝旺时地学习着 一晃五年过去了 穷小子变成了一个学识丰富的人 他不仅运用知识赚到了许多钱 还准备好了富翁要求的三件礼物 您要求的礼物我准备好了 在富翁面前摆放的是一块黑油油的石头 一个密封的铁罐 和一个装有露水的玻璃瓶 富翁不解地问 我要的是一颗星星 两颗青风和三颗白云 你拿的这是什么东西 穷小子不慌不忙地拿起石头说 陨石是星星的碎片 这块刚好一颗 他又拿起铁罐和玻璃瓶说 风无处不在 我把两颗的风装在了罐子里 三颗的白云凝为露水 放在了玻璃瓶里 为了准备这些礼物 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请您相信我 我一定能让您的女儿成为最幸福的人 富翁看着和当初完全不同的穷小子 五年时间 你从一个穷小子 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事业的聪明人 你的决心和为此做出的改变 才是最好的礼物 好了 我同意你们的婚事 穷小子通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和西奈的姑娘结婚了 后来啊 他运用自己的知识 也成为一个富翁呢 金笔 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